周星驰拍这部片子 好多场景都在向李小龙致敬 你看看他穿那个白的小裙 下边是黑裤子 这就是李小龙当年拍片的时候 一个经典大本 而且他里边有好多动作 像这样的动作这种 都在向李小龙致敬 都是当年李小龙影片当中留下来 为什么李小龙能有这样的地位呢 有人说那这不是说 中国公共穿下第一吗 我就穿下篇 李小龙之前有这么大的理想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延时祝国 增强呼吸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 358163379 看成是中国武术的象征 他这能的 再从横前面上来看 就在高华的东西来看 他超越了中国武术 他去美国之后 接触那些 你像李军九 像一路山东 像罗里士 这些他的朋友 有的时候是在独自 那时候有点出口李小龙 这些人跟李小龙是一师一友 李小龙教过他们东西 这些人也教过李小龙的东西 料如通过他们身上 学习了像棍树啊 跆拳道啊 空手道啊 柔术啊 拳机啊 等多种多样的积极手段 他把这些东西的合理因素拿出来 融合到自己的记忆树当中 所以李小龙呢 是具备国际视野的人 他如果没有这个国际视野 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希望 他这东西一打 人家感觉有中阵武术 挺神秘 挺感兴趣 可是一看 他这一招一招 他非常实用 打起来不仅好看 而且简练 李小龙一跟你讲 你就明白这积极道理在哪 这跟西方人能接受的拳机 弹拳道这些 基本的积极道理 是完全一致的 没有多大区别 只不过他手法变化 和这个练习手段上 区别很大 虽然说李小龙 正因为有国际视野 他才能获得精采的承访 根本不会说 李小龙是增拨无数的待遇 我以前那电视台呢 最后跟李小龙有关的 我讲到李小龙的工作 两个小孩 有一些狂热的李小龙分属 我管得李小龙换走 那就是 一定不能说李小龙坏话 李小龙那就自作无上的 是最好的 李小龙就世界第一 是不是 不大致 所以说 李小龙说个那话 有人问 说你能不能打过阿里 阿里每周全网 李小龙怎么夹 在前排上我不一定打过他 在街头上打架 他不一定打过你 这真真正正的 到了一定份的时候 你不高人 他才好 他知道这里头有风险 有的老武术家到一定年龄 真有儿来打 让徒弟打 他不上手 他怕输 输了多影响声约 所以真到那种程度 他都保守 而是我到这个程度 我何必跟你拼出命去 俩人波及来获得我的声望 他没这个必要 所以李小龙本身也是江湖人 他也要需要通过 维持自己的声望 拍电影干嘛赚钱 没有那种超然失败 隐居孙山老林的真正高人 谁来我得谁跟谁来 哪有哪有的人呢 而且即使是真是民间高手 他也爱惜羽毛 所以为什么中国武术 有的时候拉大骑做虎皮 有些装大尾狼的事 但是他都是跟人的生存有关 人为了生存 人为了活得更好 难免会做出些虚伪的东西 我非常负责的说 中国民间武术 三分真能的 七分在那吹 这是我长期以来 在中国民间武术 我搞调查